原本是想带小弟到警局投案 警方却当场拿出鞠票要把他上铐 看了这名黑男一脸惊讶 因为他来头不小 犯后早就被警方盯上 警方前往两名嫌犯住家 展开搜索 扣到手机一支 而他们已经把枪藏好 原来这两人就是月初犯下持枪 压人的嫌犯 这个月一号 一名零星被害人因为急欠北联邦200万赌债 被三名扼杀当街持枪压走 而当时只有王姓小弟一人落网 走在前面的他才是幕后策划的主贤 是又和另一名逃亡小弟一起被遗送 43岁的主贤杨志豪绰号杨久 目前是北联邦的护法干部 有毒品妨害公务前科 4号下午已经和陈琴小弟串通好 一起来投案 打算把责任全让小弟扛 没想到警方早就申请好鞠票 两人都在警局内 依妨害自由恐吓取材等罪嫌直接上考 其中有一名是曾经于今年4月 涉及本侠 妈祖文化协会枪击案的阳性犯贤 今年4月北投妈祖文化协会 被人连开三枪警告 而这边同时是赵介佑的据点堂口 祖先枪手杨久也试到警局投案 当时他打百万休旅车抵达 小弟还上前撑伞护驾 不说还以为是高官来视察 这次想再用同一招减轻罪责 恐怕没用 已经被法院收押警戒 TVB的宣传言人关于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